老天爷呀 你咋不打雷你 把这毛泽东哥屁死呀 1941年延安一农户公然辱骂毛主席 当地政府收到消息后 当即下令将其处以死刑 可谁曾想 主席得知事情经过后 立马表示农妇无罪 甚至主动向他道歉 请求原谅 当初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何农妇会突然咒骂毛主席 主席又发现了什么 竟亲自替他求情 并对其道歉 1941年的一天 毛主席突然收到消息称 附近一位农民被判处死刑 原因竟是辱骂自己 收到消息后 主席立刻吩咐警卫员 暂缓行刑将人带过来 希望能够了解一下 到底发生了什么 随即一位农妇被五花大王 带到主席面前 看到眼前的景象 主席连忙下令 先将农妇解绑 一旁的警卫员说道 这位农妇前几日 便当街辱骂主席 还对执法人员撒锅打滚 这才导致被判了死刑 听到这话 主席并没有回应 反而是询问这位农妇 警卫说的是否属实 可谁曾想 见到毛主席之后 他没有丝毫害怕 反而变本加厉 继续咒骂了主席 但主席也没有因此生气 只是不停地安慰对方 让他讲一下骂人的原因 只听夫人说道 6月3日那天 陕甘宁边区政府 在延安的杨家岭小礼堂 召开了边区各县县长联席会议 此次会议内容 讨论的正式争凉工作 以及此事对农民的负担问题 然而令人意外的情况发生了 正当会议有序进行时 天空突然吓起暴露 夹杂的雷电 顺时间一个炸雷 礼堂中的一根木桩被击断 坐在旁边的延川县代县长李采云 猝不及防触电身亡 而同一时间 一位农民饲养的一头驴 也被雷电意外击中死亡 这两件事让村民认为 老天爷不开眼 为什么非得批县长 怎么不批毛泽东 而县长正是辱骂主席之人的丈夫 并且在县里受到群众爱戴 随即主席再次问道 为什么觉得批自己就是罪有应得 原来这位农妇家中本有六口人 在1935年 中央红军来了之后 分到了五亩地 但家中一个是70岁的老母亲 还有三个小娃娃 平日里都是丈夫负责更多 头几年还好 政府收的工粮很少 但最近两年 干部无止境的征量 还多吃多债 如今丈夫死了 一家老小怎么生活都不知道 说完这话 农妇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 可谁曾想 毛主席的一句话 竟让此人感激涕零 老天爷呀 你咋不打雷你 把这毛贼都给他屁死呀 1941年 延安一农妇公然辱骂毛主席 当地政府收到消息后 当即下令 将其处以死刑 可谁曾想 主席得知事情经过后 立马表示农妇无罪 甚至主动向他道歉 请求原谅 当农妇将问题告知毛主席后 毛主席也发现了其中的问题 随即对保卫部门进行批评 群众发牢骚有意见 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 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 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 就去追查就要立案 进行打击压制 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 是神经衰弱的表现 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 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 听到这话 保卫部门也无比羞愧 突然发现 自己的工作确实有问题 随即主席在此表示 派人将这位农妇先送回家 并且要携带书面文件 证明他没有犯错 甚至是一个敢说真话的好人 并向当地政府转达情况 要对类似的农民特殊照顾 听到这话 原本对生活已经没有希望的农妇 顿时泪流满面 他这才明白 原来毛主席真的是一个好领导 也对自己今后的生活充满信心 在临走时 主席再次叫住了他 并吩咐吹市员将自己的口粮 倒出一半来给农妇 甚至将一只刚下奶的母羊 一同送给了他 不仅如此 主席在最后还对这位农妇 进行了真挚的道歉 如果以后再发现什么问题 随时可以找自己 当农妇回到家中后 立马将自己的经历 转告给乡亲 村民得知后也无比感动 发赞主席实在了不起 跟随共产党 将来一定能够过上好日子 可在农妇走过之后 毛主席却再次陷入沉思 经过这件事 他突然明白 这件事并不是简单的征粮问题 彼时的全国各地 无数有志青年纷纷涌入乡下 导致粮食越发紧缺 征粮也只能维持现状 并不能有效地解决生存问题 其次 蒋介石和日伟军 将边区贸易悉数封锁 这就导致大部分外员 无法送进边区 尤其是延安 近两年频频遭遇寒灾 征粮的政策无疑让老百姓雪上架霜 想明白此事后 毛主席立马召集我党高层 下达一项重要指令 正是这项指令 解决了全国百姓的生机问题 老天爷呀 咋不打雷你 把这毛贼都给他屁死呀 1941年 延安一农妇公然辱骂毛主席 可谁曾想 主席得知事情经过后 立马表示农妇无罪 甚至主动向他道歉 请求原谅 原来是因为政策原因 导致身处延安的农民入不服出 随即在毛主席的指令下 轰动全国的大生产运动 就此展开 1941年11月6日 闪甘宁边区第二节参议会上 我党高层提出了 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 实行精兵减政主义 避免入不服出等乱象 毛主席也在此期间表示 一定要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风仪足食的目的 随即在我党的带领下 部队 机关 学校等地 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主席也以身作则 在附近的山坡上 开垦出自己的菜地 每年上缴300斤粮食 朱老总作为我党领袖 也亲自加入到运动中 带头挑起了扁担劳动 自此之后 延安边区先后进行了三次精简行动 而这样的政策 也从根本上解决了粮食短缺的矛盾 不仅让耕地面积增加了1000多亩 粮食产量更是高达143万大 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这都多亏了毛主席的高瞻原子 然而群众的声音 并不是第一次传到毛主席耳中 新中国建立后 公务繁忙的毛主席抽不开身 专门吩咐女儿李敏前去扫墓 然而当李敏来到陵园后 听到周围的人在说父亲坏话 回家后便向父亲全盘拖出 主席还未有什么反应 一旁的警卫员先愤怒地表示 这群人一定是阶级敌人 然而毛主席急忙制止警卫员 并表示不能一概而论 有人骂是正常现象 没人骂才不正常 只要群众的意见能让国家变好 再怎么骂 毛主席也欣然接受 这番话 尽显一位国家领袖的大气 毛主席曾说过 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 共产党是鱼 老百姓是水 水里可以没有鱼 鱼可是永远也离不开水的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什么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由于刘兰党是刘兵一位